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来讲讲真三国无双斩 首先想讲讲今集不是正经事, 纯粹吹水台 闲话家常, 和大家聊聊天, 就算日报, 讲新闻 今天是星期日, 下午6点开始, 会进行三倍经, 三个钟 其实最近想讲讲七八或者八九 七夕双的记录一定是少了, 我之前说七八很容易出 我出完那条片之后, 不知为什么, 伤的记录跌了一半以上 起码有一半, 以前打这个七八, 二十场起码有八个或者九个伤 真是好多, 几乎两三场就出一个, 现在就 二十场就只出三四个, 其实就一定是少了好多 不用想, 他那个观感是少了好多 很可惜的, 因为本身出的圆五星已经够少了, 即是四至六星券 圆五星券没可能的, 很少会出圆五星券, 真是好彩的 通常巴哈有一两个会这样 今天我看到一人是三十年抽七夕双, 出两张圆五星券, 真是 我拆了几百个都没出过, 真是神是 都是这样, 现在就七八, 八九, 就任君选择, 如你需要夹的, 就八九 要需要武器的, 就七八, 不用想了 最近有什么要做呢, 就是打金矿, 其实就, 这只游戏, 最近就少了人玩 其实都可以算是好事, 没人抢金矿, 其实现在起码每日都有五百金的, 五百元保 保守估计有五百元保, 多些可能八百, 现在废青的话 一个月存下来都有万五元保, 这件事真是 小数怕长假日, 最好就存一存, 这些穷人的话 升至天下, 大家那几日就会完的, 最好刷一刷 那边都有成一千元保, 和几个玉石袋 那个都很正的, 玉石袋, 有得存一存 其实之前有出过四至六星玉石袋, 那个就十年抽 然后我记得是三千元保的, 那个真的好正, 我想他快点再出 其实有点后悔的, 其实都不算后悔, 当时就已经洗光了 所有的玉保了, 比较可惜少少, 就是, 用完所有的玉保 拿来抽这个武将, 到最后没办法去抽这个玉石袋 那, 有点少可惜的, 其实都够用的, 严谨点来说都够用的, 但是, 六星玉石 我记得永远都不怕少, 不怕多的, 对不对 不怕多, 只会怕少, 有点少可惜 最近有些人说, 技能输的几率, 即技能输的碎片 的几率少了, 我都觉得的, 我都觉得的, 现在, 我日常的流程 就是拆这个, 困屯副本, 拿包, 拆这个, 普通日常拆关 还有, 每日副本, 和技能书, 一定是拆的, 其实很多东西做的, 真是忙过上班 那, 最近有什么课感活动呢, 有一件东西, 如果你想要买的话, 就尽快买的 就是, 有一个就是, 六星珠帽箱的礼箱, 788 元 是送五个六星珠帽的, 其实你, 想一想之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算拿去货金, 买元宝, 你去抽这个装备抽, 都未必有 那么多六星珠帽的 那, 现在, 788 元, 数买有五个, 其实, 应该去铺路的, 因为, 其实, 我之前 也有, 我刚才也有说过, 其实之前出了, 玉石袋, 四至六星, 有点后悔 没有买到, 其实今次如果你不买, 即是, 如果到时你不够的话, 我相信你都会后悔 因为今次, 他通常出这些东西, 都是差不多两个礼拜前 先出的, 之后才再出的, 即是, 需要那样东西, 才再出的 那, 其实有一点点, 因质, 我才可以, 即是, 即是, 即是 怎样说好呢, 我有出啊, 你不买而已, 即是这样 我, 我不是不出, 不过出了很多, 出了好多, 出了好, 出了好久 那, 你自己的问题, 这样, 他又不是不出啊, 是不是 那, 这个六星珠帽礼箱, 就 29 号元, 其实都过几日元 所以, 如果你想买的话, 尽快买一买 那, 9 月 1 号呢, 就会完这个半价礼箱的 是的, 即是, 维护之后四日内, 加上维护那日 是的, 一共四日, 那就可以看定些先的, 即是, 你看定些 这个 29 号维护更新呢, 有些什么新东西, 你想不想付货金 然后再买半价礼箱的, 买多少你就 你就, 你就, 自己想啦, 即是, 每日就可以买一次 那, 29 号更新之后呢, 就一共, 到 9 月 1 号呢, 可以买四次 是的, 即是, 每个礼箱都是 398 元, 因为半价, 其实都抵的 这个其实我比较推荐的, 即是, 比起, 六星的珠帽箱来说 即是, 元宝就是钱啦, 我宁愿存低些钱来到去, 去做其他东西, 即是, 技能啊 呃, 军团副本的追加元寶啊, 还有, PUP 场啊, 还有很多 辣渣渣的东西, 例如, 洗这个装备的这个 这个玉石, 那个, 伤嵌位啊, 又要好多钱啊, 又要 对了, 那么, 最后讲一讲这个, 铝布啦, 一定要讲一讲 那么, 过几日呢, 就铝布出啦, 那么, 其实呢, 就好推荐大家 是, 练了铝布先的, 那么, 如果你没有火属的铝布呢 你可以选择玩这个木属啦, 即是四星的, 对了, 元四星 那又, 你看有几多只啦, 如果你, 元五星的铝布不多的 那就可以玩这个, 呃, 推荐球棋子啦, 玩住这个银底先的, 对了, 那么, 因为 照这样计呢, 他应该铝布会改进了技能呢, 就, 技能这件事正确来讲 是包括主将技的, 我不知道主将技是不是包, 是否会改造25%攻击力 好似关能平那样, 如果好似关能平那样呢 那就一定要玩铝关章的, 这个基本队 因为其实现在, 基本呢, 和 25%攻击力的主将技呢 是鱼与红掌来的, 即是两者不能双肩的, 如果他, 关, 如果他铝布, 是改造25%攻击力主将技的话呢 那就可以两者双肩啦, 对了, 即是, 基本和他的主将技都可以, 两样是触发到的话呢 那其实一定最劲的, 对了, 那其实应该是, 即是, 名副其实的最劲铝布啦, 是最强铝布, 这样才是最强铝布 那当然, 其实带, 带带其他, 这个, 张飞和关公啦, 是, 不用讲啦, 关羽 那其实, 呃, 他说只是改技能啦, 那其实,呃, 呃, 那其实,呃, 呃, 里布呢,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手短的 手太短, 和他本身就, 力队呢, 就, CD 太久了, 是啦, 这件事是死血来的, 我觉得 即是, 即是, 如果你要, 都不是说是死血的, 即是, 如果一眼是要找他的缺点出来, 就是手短 现在未改住的, 他说改技能啦, 他不是改武将的嘛 他说改技能, 中文版是写着改技能的, 优化技能 那就和, 力属啦, 原罪啦, 力属啦, 即是, CD 太长啦, 是啦, 那其实今次都 差不多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